好,刚刚讲的都是一些药物 那Ibibet的病人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做的养生素呢? 基本上是这样 Ibibet的病人在治疗当中 其实轻度疲惫跟中中度疲惫 都以非药物的抗疲惫治疗作为主轴 所以非药物的抗疲惫治疗就是要怎么吃 怎么做才可以让体力好 怎么吃比较容易体调 当然要找营养师做咨询 可以吃一些Omega 3的多元不跑的脂肪酸 可以吃一些Q10 可以吃一些肉碱 可以吃一个微元素的C 可以吃抗氧化物质 或者吃一些中药的茶饮、药膳跟药粥 那我们来看Omega 3的多元不跑的脂肪酸 哪些东西有Omega 3的多元不跑的脂肪酸呢? 鱼类、深海鱼类包括鲍鱼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沙丁鱼 或者是所谓的青鱼、斐鱼都有 另外呢,植物当中也有很多 还有Omega 3的多元不跑的脂肪酸 包括坚果、腰果、杏仁 还有所谓的核桃、或者真果都有 这些多元不跑的脂肪酸 基本上可以控制Ibibet 所造成的免疫发现反应就可以改善Ibibet的一些处置 就可以改善Ibibet的问题 另外一些抗氧化的蔬果 因为它有一些抗氧化的能力 特别是有这些有颜色的 特别深色的这些蔬果 可以减少化疗产生一些活性氧的产物 基本上也可以改善Ibibet 因为很多化疗产生的这个皮贝 是因为这个活性氧物质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基 产生的一些所谓的肌肉的伤害 让病人有一些无力的感觉 所以给一些抗氧化蔬果 可以减少化疗产生的自由基的伤害 也可以治疗Ibibet的问题 另外疲惫的东西不是只有吃可以解决 可以做一些运动 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瑜伽 散步 太极拳 气功冥想 针灸按摩 足浴泡澡 睡眠调整 音乐治疗 复原治疗 机能治疾 甚至随一些正向照顾 正念的取向 或者是一些灵性的照顾 都可以处理 其中最重要的是运动 运动其实为什么对病人的帮助很有呢 很多病人因为疲惫都不想动 越不动就会越累 为什么越不动会越累 越不动就会让身体 这个癌细胞造成的免疫发应反应会越严重 那中医也讲 我刚刚讲过 疲惫是属于中医讲的气虚的问题 中医讲一件事情 中医讲气虚叫 中医有一个观念就认为久握伤性 你越不动越容易气虚 癌症病人本来就气虚了 越不动就越气虚 其实基本上运动有很多的方式 包括跑步 骑脚车 游泳 甚至散步 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间 可以使得肿瘤的免疫发应反应减缓 进而使得这个免疫发应反应造成的疲惫 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对癌疲惫的病人来讲 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要早点做 早做比晚做好 而且要呼蓬营半 为什么要呼蓬营半 因为运动容易无良 容易哭涩 所以一定要呼蓬营半 一起去 一起运动比较重要 所以运动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所以刚刚讲的早动 比晚动好 要呼蓬营半运动 另外为什么要呼蓬营半 就像是滑龙中 这是乳癌的病人 这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乳癌的病人 他们定期都会去举办滑龙中的比赛 这是美国的肯塔基州的乳癌病人 他们每年 不是端午节 他们是大概9月份 会去滑龙中比赛 所以为什么要滑龙中 在滑龙中的同时 乳癌的病人在滑龙中的同时 经由滑龙中的动作 可以改善淋巴的循环 重点是滑龙中的同时 大家会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支持 而且滑龙中的时候 讲操纵在谁的身上 操纵在你知觉身上 你就会有很多事情觉得是操纵在自我 会有这一生命有主宰的作用 会对治疗的信心 治疗的这个所谓的预期性 乐观性会提升 另外呢 运动最重要的一个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 癌症治疗前就要开始动 千万不要等到说 治疗结束后再来动 治疗期间虽然有点辛苦 还是要勉励自己动 治疗结束之后要持续规律的动 才可以减少疲惫的发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病人 这病人是一个肺癌的病人 你看他的肿瘤这么大 大概有十几公分 这病人有八十几岁 有糖尿病高血压 心脏里面放了六七根支架 这样的病人 注意到这种情况 大概不能手术 也不能化学治疗 他最后只能勉强做放射线治疗 在做放射线治疗的第一周第二周 你看他疲惫的程度 就迅速的增加到很严重的程度 这时候这个病人就不想再做治疗 这病人呢 刚好过去是一个太极拳的教练 他呢 这时候他已经很久没有教太极拳 这时候呢 医生我们就跟他建议说 你可以做一些运动 他想想要做什么运动 因为他是太极拳教练 他就叫他做太极拳好了 这时候呢 就找他的徒子徒孙 什么 陪他一起练太极拳 再配合刚刚讲的黄奇多糖体 就你看 他的疲惫的程度就严重 就迅速的改善 在七个礼拜的电疗期间 都没有一天缺席 最后呢 在两年之后 大概在一年多后的检查 肿瘤虽然没有完全消失 但是得到很好的控制 发生自己岁 肿瘤得到控制就好了 因为也没有做很好的 很完整的治疗 重点是病人 因为这个太极拳的持续运动 所以他觉得现在体力很好 一点都没有疲惫的感觉 最后做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的病人呢 跟我们大部分的疲惫一样 很想说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喝了再上 病人常常觉得说 累了 日子天天 还是要天天过 没什么太多不同 重此做了很多 却感觉不到说 疲惫有什么改善 所以很多病人就认为说 疲惫是癌症病人 已经有的应该有的宿命 那医生跟病人 在癌症治疗期间 其实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其实我们常常都很累 不只病人很累 我们很累 我们为什么会 病人会觉得说 癌症治疗期间很累 我们癌症治疗期间也觉得很累 因为我们癌症治疗的医生 对癌疲惫 病人很累这个问题 过去根本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根本就束手无策 根本没有方法 也只能害逃 觉得很累很累 一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关于癌疲惫这件事情 医病双方其实现在都有解决之道 解决之道是什么 为什么要解决呢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 我们看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肾癌的研究 刚刚说过 转移性肾胃肺癌的 肾癌的病人 标准的治疗就是标靶药 标靶药治疗 其实可以让病人的存活时间 可以增加到两年的时间 但是标靶药治疗 会产生很大程度的疲惫 刚刚已经提过 有五成的病人会有疲惫 如果这个疲惫 没有好处理好的时候 基本上很可能让这个 如果就不好 所以及早去处理 这些标靶药物的疲惫 对这个标靶药物治疗的 疗效的延伸加强是很重要的 所以疲惫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病人疲惫要去处理 疲惫好好处理 对病人的治疗疗效 是能够延长 医生也可以比较放心的 可以安心的照顾这样的病人 因为他会很放心的 这样病人控制的时间会比较好 所以波拿娜跟西洋生 甚至我们刚刚讲的 黄琪治疗癌疲憋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治疗癌疲憋似乎好像不应该只是想吃西药 我们应该想想看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们可能要改变 改变是不是很困难呢 就像我们柯文哲讲的 我们都知道事情的对错 却不愿意把事情做对 有道德勇气去改正事情 这句话是错的 做道德勒的是应该很自然 不需要勇气 对癌疲憋的治疗 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去面对 不应该说是什么中医西医 我们就是要什么中西医结合 这件事情是对病人好的 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去急退癌疲憋背 中医跟西医结合在一起 是治疗癌疲憋很好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癌症病人并不该不需要去忍受癌疲憋背 癌疲憋不是癌症病人必然有的宿命 其实医学的发展是去从观察假设跟证明 古老的医学也是这样子 只是古老医学缺乏很好的证明的方法 去证明它 那古老的医学之绪 其实也可以老酒庄新品 只要我们给它有一些科学的实证 把它找出一些有效的药物 有效的剂量 有效的给予方式 透过实证的分析 临床实验的分析来告诉我们可以用 许多时候中西医是要避累分明的 遇到SARS 遇到MERS 当然不能找中医 中医治疗这个是绝对不会有效的 还是应该找西医比较好一点点 但癌疲憋背治疗来讲 西医的治疗确实是方法不多 捉襟见蟲 我们对癌疲憋背治疗 医界应该要有更多的帮手 不只是病人需求很高 需要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医生也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台湾病人其实很想问说 癌疲憋背的病的时候 是不是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美国医生告诉病人说 我们有西洋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一样 在台湾我们其实很知道说 疲憋背的癌疲憋的基短是什么 我们也找到癌疲憋的问题是什么 最重要是台湾的健保制度 实际是一个中医跟西医都存在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很好的中医跟西医的制度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癌疲憋的照顾 做到世界最好呢 我们不只有中医中药有西药 我们甚至在台湾有很多的植物性药 像刚刚讲的化疗样 黄奇多糖体的PG2 这些东西对IPP治疗都很有帮忙 所以我们很有机会让我们在全世界IPP的 照顾的品质来讲一下 可以跟我们的健保一样 傲视全球 其实我们IPP的照顾应该还是要全方位 不只是药物 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心理支持 营养的调整 包括一些所谓的运动的介入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IPP如果好好能处理 可以让我们的癌症病人在抗癌竞赛当中 虽然身体有传缺 但是每个人体力充沛 就像挑战极限的刀锋战士一样 很有机会能够得到IPP很好的一个 很有机会让皮P处理的很好 治疗成绩能够有所改善 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也都是在我们康健的这个 极推IPP这本书都有一些都有提到 那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病人 还是不要独自承受IPP的痛楚 勇敢说累吧 其实防守治疗要寻求好的药物的治疗 好找好的医生对癌症的治疗是很重要的 但是防守也是非常重要的 防守是让病人 防守最重要是要让病人有体力 有体力有耐力才有办法接受好的医生 开的药物的治疗 所以我们一直要强调 极推IPP才有办法攻守兼具备 治疗癌症才能够事半个功倍 那重视IPP的照顾 才可以让我们这个副作用排名的第一名 换人做做看 不要再永远都是IPP 也可以像恶心呕突 在十年后我们再统计 这个第一名的排名已经不会是IPP 也可能是换一个人 让这个第一名换人做做看好不好 那最后呢 跟各位做一个再一个 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对这个IPP的治疗 大家有任何疑问 欢迎可以上我的网站做所谓的咨询 那网站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留言 基本上我们大概48小时内 就会跟各位有一些回复 IPP的治疗 基本上不会只有现在而所知道的知识 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知识 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一些东西 包括最近也对黄奇多糖体的这个治疗 在黄奇多糖体的研究也发现到说 黄奇多糖体的这个基因的研究 在阳明大学声音药所的所长 黄奇音教授的研究当中 也发现到说黄奇多糖体的治疗 可以跟一些化学治疗 有一些做很好的搭配 有很好的抗癌的增强效果 这些东西都是匹配当中一些 最新的资讯 有关于这些最多 各位来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也可以上这个网站 在这个所谓的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治疗区的体育馆里面 有一个癌性疲惫症的专区 会有许多IPP的治疗的一个先资讯 所以这些IPP的治疗新资讯 将会公布在这个地方 最后祝各位来政治疗顺利 谢谢